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4课 这就是Lesson 34 Adolescence 青春期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打开书201页 来看一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好 动作快捷201页 好 跟我念 Read after me Adolescence Adolescence Slur Adolescent Adolescent Disloyalty Disloyalty Spiteful Spiteful Disillusionment Disillusionment Evaluation Evaluation Infell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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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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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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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n Victorian Retreat Retreat Un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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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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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w Cow 好极了 这是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树的重点词 第一个重点词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不可署名词 青春期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注意 不要都说adolescent 他发ad 的 发轻音的 这个声音 我们大声来一遍 Adolescence 再来一遍 Adolescence 青春期 这个词不可署名词 它的一个同根词 就是生词表明另外一个 表示青春期的孩子 或者是青春期的 作为名词是青春期的孩子 作为形容词就青春期的 那么作为名词 表示青春期的 而少年 孩子 就是可署名词了 我们同时在大声读一遍 Adolescent Adolescent 作为名词 作为形容词都可以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表示 年龄类似的 比如说有个词叫teenager teenager 咱们以前多次出国 它一般表示13岁到19岁的孩子 因为从13开始都出现teen了 13 14 一直到19 所以叫teenager 可署名词 还有一个青少年 我们大声读一遍 Juvenile Juvenile 当然如果是美国人 有的时候把他 Io 都成O 这个声音 这么读也行 再来遍 Juvenile Juvenile 这么读也行 但这个青少年 一般用在犯罪 法律 这个用语 尤其用于固定搭配 少年犯和青少年犯罪 一般都用于法律的这个用语 这两个搭配一般用它最常见 第一个是青少年犯罪现象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Juvenile Delinquency Juvenile Delinquency Delinquency 表示违法犯罪现象 或者行为 它呢 一般也是指青少年的 所以这两个词经常绑在一块用 就是青少年犯罪 如果是少年犯呢 我们用这个词大声来诶 Juvenile Delinquent Juvenile Delinquent 直接翻成少年犯 Juvenile是青少年 这是所定义来用 Delinquent 就是坐监犯科的人 违法犯罪的人 但一般也是指青少年 这个场景下的 所以青少年犯罪和少年犯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这指青春期 青春期的孩子 相关的一些词汇 这个词不是特别难 记住就好了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后面 这个诋毁 诽谤或者重伤 做名词做动词都可以的 这是一个复习 咱们在前面层就出现 最后25克噪音那颗书说过 对吧 我们大声读一遍 slur slur 诋毁 诽谤或者是重伤 在本文中当名词来用 我们先看看它的英文解释 精确的含义 什么叫slur呢 a remark that is intended to insult someone or damage their reputation 就这么一段评论性的话 它的意图是要 这个这个侮辱对方 或者伤害对方的名声 就诋毁 诽谤或者重伤 当名词 当动词都可以 本文中当名词来用 当名词来用呢 可以记住一些固定搭配 像本文中 就用于这个固定用法 regard something as a slur on 把什么什么东西 看作是对于什么什么的诋毁诽谤 或者是重伤 可以这么用 比如说 he regarded the comments as a slur on his integrity 他把这些评论 看作是对他正直品性的诋毁 integrity 表示某人的正直 刚直不恶 把前者看作是对后者的一个诋毁诽谤重伤 可以用在这个固定搭配里边 咱们一会儿在课文中就会碰到 那么另外一个搭配 用的更常见 直接反正诋毁就好了 就是cast a slur on 把诋毁扔到什么东西上 这个cast本来本来是抛制 头往前面出去扔 这个意思 把诋毁扔到什么东西上面去了 直接反正诋毁诽谤重伤 就相当于动词形式的slur就好了 我们看例子 his comments cast a slur on my repetition 他的话诋毁了我的名声 损害了我的名誉 comments某人的评论的话 cast这是一般过去的诗 但cast这个词不会责 一般过去的诗 过去分词都是cast 但英国人读成cast 每言中读成cast 诋毁了我的名声 可以这么说 他就直接相当于当动词形式的slur somebody slur直接在后面加宾语 就可以翻译成这个诋毁 他做动词发音拼写完全一样 跟他类似的是 我们在25号见过他的一个同一词 也是诋毁诽谤重伤 也是s开头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lender slender 动词名词都可以 做动词名词发音拼写都一样 做动词跟slur一样 也是急误的 这两个可以替换 但是他跟另外一个行进字做一个辨析 这是个形容词叫苗条的 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常见 我们大声读一下 slender slender 就体型苗条的 哎这个这个有曲线美的 这个跟slender的区分开 这是发 哎 这是发哎 口型不一样 我分别再读一下 诋毁 slender 苗条的 s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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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型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slender表示诋毁诽谤重伤 他的搭配25号怎么讲过 咱们看搭配跟这个slur是几乎完全一样 也于功能用法 这个regard something as a slender on 把什么什么看作对于某人某事物的诋毁诽谤重伤 这个而且呢当作动词来用 也是slender somebody 跟这个slur somebody用法完全一样 他当极无动词 我们在25号出现过 做复习 149页第12行到第13行 149的12到第13行 你看他这么说 another patient might equally well complain that her neighbors were combining to slander her and persecute her yet one might be cautious about believing this statement 另外一个病人 可能呢也会同样的抱怨 他的邻居再串联到一块 那么这密谋要诋毁诽谤他 并且要迫害他 然而呢我们人们可能对这种说法 是谨慎的态度 不会轻易相信 slender somebody 诋毁诽谤重伤 跟stir用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他的一个经营词 我们回顾在25号讲过 做复乌动词 直接下病运的还有这么几个 就是defame introduce 和liable 都可以表示 诽谤重伤 我们分别大声度一下 defame introduce liable 这个liable 咱们说 他有特定的含义一般专指发表文章 诋毁诽谤重伤某人 而不是生活中的 一般是都是指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 出版文章以诋毁某人 是这么来用的 这是25课讲过知识的一个复习 那么我们看 slir 温固还得知心 作为动词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含糊不清的讲话 作为动词 含糊不清的讲话 没吃饱 再吃点 酒鬼说话一样 含糊不清的说话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动词 slir 表示语言含糊不清的 直接双写 R加1D 就当形容词来用 就说话含魂不清的 含糊不明的 大声来呗 slird slird 不是指意思含糊 莫灵两可 而是声音 糊涂涂没说清楚 你不要说 a third speech of a drink 这个drink就是 醉鬼了 一个醉汉的 含糊不清说了 没吃饱 再吃两口 像这种感觉 叫slird 这么一个 咱们再回顾 它的一个行进词 叫blur blur 叫它使 模糊不清 看不清楚 使模糊 使看不清 它的形容词 表示看得不清楚的 有虫眼的 模模糊糊的 没有对好焦距的 用这个形容词 大声来呗 blur blur 动词形式 就是blur 使看不清楚 使模糊 你像 a blurred photograph 一个 模模糊糊糊的照片 out of focus 就是没有对好焦距 这么一个 回顾一下 slird 作为名词动词 第一个意思本文中的 表示 诋毁 诽谤 重伤 它的用法跟slender 用法几乎一样 动词名词 连搭配都类似 那么表示 诋毁某人 还可以用introduce defame 还有一个libel 就发表文章 诋毁某人 还有stir 另外一个意思表示 含糊不清的讲话 它的记忆词 blur 就是看不清 相关的形容词 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不忠实 不忠诚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disloyalty disloyalty 不忠诚 不忠实 这是一个名词结构 咱们最常见的 其实用形容词用的最多 就对某人忠实和不忠实 我们先读一下形容词 先读一下忠实的 loyal 不要读loyal 后面和l的声音 在两边 loyal loyal 再多下反译词 disl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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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表示消散开了 从中间聚集的状态 四面八方消散开 消失不见了 那忠诚慢慢散没了 不忠诚的 注意后面借词加to 这个我们在第十六课 当代诚实的讲过 表示忠诚 那是不是名词 后面跟to搭配呢 loyalty to allegiance to 十六课讲过 形容词继承了名词用法 还是跟to 比如说 be loyal to one's friends to one's country 忠实于某人的朋友 忠实于自己的国家祖国 那么disloyal 就是不忠实就好了 搭配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到 它的名词形式分别是 忠诚与不忠 我们分别大声再读一遍 忠诚 loyalty loyalty 不忠 dis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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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忠诚与不忠 甚至我们顺便可以记住搭配 叫发誓效忠 发誓对某人效忠 叫swear loyalty 或者pledge loyalty固定搭配 这个swear和pledge 做动词都是发誓的意思 发誓对某人效忠 忠诚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读一下这段语 swear loyalty swear loyalty 再读第二个 pledge loyalty pledge loyalty 叫做发誓 叫做发誓忠于什么什么 那么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些John F. Kennedy 就小肯尼迪就职演说中 比较有名的这么一段话里面就出现了 发誓对某人忠诚 某组织忠诚 咱们把这片段先看一看它是怎么说的 Let every nation know whether it wishes us well or ill that we shall pay any price fare any burden meet any hardship support any friend oppose any foe to assure the survival and the success of liberty this much we pledge and more to those old allies whos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origins we share we pledge the loyalty of faithful friends unit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not do in a host of cooperative ventures divid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for we dare not meet a powerful challenge at on and split asunder 这个比较长 咱们分开来看一看究竟说了什么 这个用词比较正式 别看着用词也说的 因为是旧之言说 所以是书面语 咱们怎么说 Let every nation know whether it wishes us well or ill 要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 无论是国家是希望美国好 还是希望我们美国不好 well or ill 这地方是押韵 尾韵 LL的发音是一样的 这个ill在这儿 跟well并列 它是副词 ill当副词不是有病的 而是badly不好的 差劲的 well的反义词 但用well or badly 就不是well or ill 读起来特别舒服 这ill是副词 表示badly不好的 那么no 后面跟着病语 从具 从大的开始 中间weather 是一个插入语 两个多号时间 我们都知道什么呢 we shall pay any price 我们将付出任何的代价 这个好理解 bear any burden 就是承担任何的重担 或者是义务责任 这个burden 表示某人应该承担的重担 义务责任 但读快乐之后 有鼻腔爆破 刚才看到 Kennelly把它读成burden burden burden 舌头不动动 从鼻子出起 burden bear any burden 这么一个 meet any hardship meet 在这不是遇到 主动的 咱不能叫遇到了 对吧 它是主动的一个行为 并不是被动的预见了 它是翻译成 deal with 应付处理解决应对 我们去解决 去应对任何的艰难困苦 meet here means deal with 解决 support any friend 就是支持任何的朋友 oppose any foe 要对抗任何的敌人 这个里面 你看音韵非常和谐 读起来朗朗上口 support oppose 都是双音节的 any对any 是双音节的 friend 和foe 都是单音节的 而且 friend foe 这个地方是头韵 我们说的叫alliteration 两个单词 开头发言是一样的 如果foe 不用这个词 但foe比较正式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敌人肯定enemy 读起来就不好玩了 你看 support any friend oppose any enemy 马上就变定了 不如oppose any foe friend foe 都是单音节 音节数一样 而且还是手艺 非常巧妙 对吧 后面什么呢 to assure the survival and the success of liberty 来确保这个自由 它的存留下去 和它的成功 this much we pledge and more 这我们 就是这么多 我们要发誓 要做的事 并且不止如此 下面还有 and more 还有什么呢 下面说了 to those old allies whos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origins we share 对那些 我们的老的盟友来说 allied 盟友 盟国 老的那些盟国来说 我们有共同的 文化和宗教上的起源 文化类似都是西方国家 像美国跟英国 就一脉相承 而且都是昂鲁撒克民族 都信仰基督教 信仰新教 跟着类似 spiritual可以表示 精神的和宗教的 origin是起源 那么share 我们也讲过 不但可以表示 分享 分担 这个共用 还可以表示 有共同的 我们有共同的 文化和宗教 起源的那些老的盟友 怎么样呢 we pledge the loyalty of a faithful friends 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忠诚的朋友 来发誓 对你们要忠诚 Pledge loyalty 是发誓要忠诚 那么这特指了 前文家定词的 一个 这个 这个真诚的 朋友的 这个忠诚 对此 我们发誓 一定会做到 这个意思 faithful 就相当于loyal 但是loyalty 已经出现了 我们再用loyal friends 用词重复了 这个faithful is another way to say loyal 就是忠诚的 我们说 unit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not do in the hopes of cored adventures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的话 就在一系列的 共同合作的事业中 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 是做不到的 united 相当于if we are united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的话 united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 非非动词当 条件装一尊 来用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 怎么样呢 没有什么 我们不能做的 can not 在书面中 要联系 老师说过 in a hopes of a hopes of 是很多的 大量的 cooperative 是合作的 venture是事业了 在很多合作的事业中 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 不能做的 divid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如果我们要是 分崩离析的话 如果我们要是 各自为证 divided 分离开了 我们就几乎 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能做的 divided 相当于 if we are divided 如果我们 分崩离析的话 就没有什么 我们真正能做的 为什么呢 for 要到剧末 是一个 缘于状态 因为 we dare not to meet a powerful challenge at ours and split a center 因为我们根本不敢 去对付这么一个 强有力的挑战 这个meet 在这儿依然是 怎么说的 deal with 应付处理解决 这个强有力的挑战 就当时苏联 冷战期间 美苏是两个阵营的 那么 at ours 表示 个怀鬼胎 心理意见不同意 看法不同意 splend center 是书面语表 是分崩离析 分崩离析 就是我们 个怀鬼胎 分崩离析 这个状态 是根本不敢去 对付这么一个 强大的 令人畏惧的 这么一个 挑战 challenge 就是苏联的这个挑战 好 我们把这个戏节看完了 我们再回过来 把这个片段 整个人再听一遍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 whether it wishes us well or ill that we shall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meet any hardship support any friend oppose any foe to assure the survival and the success of liberty this much we pledge and more to those old allies whos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origins we share we pledge the loyalty of faithful friends unit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not do in a host of cooperative ventures divid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for we dare not meet a powerful challenge at all and split asunder 看到这个 pledge loyalty 就发誓对什么什么忠诚 那么要做一个搭配的记忆 我们看到这个 loyalty disloyalty 就是忠诚与不忠 它有个固定搭配 本文中就用了 叫 accuse somebody of disloyalty 那么气氛的指责 某人不忠 指责某什么不忠 accuse somebody 固定搭配跟气氛 of搭配 我们再看一看 在本文中就出现了 本文34个课文的第三行 课文第三行之后出现了 they may even accuse them of disloyalty or make some spiteful remark about the friends and parents 他们就孩子的父母亲了 可能甚至会指责孩子们的家里不忠 或者对孩子们朋友的父母亲 说一些相当恶毒的难听 对这种话 accuse somebody of disloyalty 固定 这个固定搭配顺便可以记住 还有一组刑织词 就royal和royalty royal就是把L换成字母R 这翻成王室的国王的 和皇室的国王的 这个royalty呢 可以翻译成王室成员 也可以翻译成出版物的版税 王室成员 版税都用这个词 用royalty注意这个区分 你看我们回顾下第九课的题目 咱们四册第九课题目 叫royal espionage 王室间谍活动 对吧 再来说 a shop patronized by royalty 一个由王室成员光临的 这么一家商店 Pitonize叫光临会顾 这后制令于修饰这个shop 王室成员 我们看到不可数名词 它表示通称不可数的 那么还有我们看沙士迪亚 在这个沙士迪亚说的这么一句话 这是在剧本中啊 O king be loyal to the royal within you 说国王啊 要忠实于你内心的 身处的王族的这个感觉 这个血统 就不要作为是第三下司的事情 我们是贵族 王族做事情 行得正 走得断 be loyal 和我们家戒指to royal是国王的王室的 刚好在一句话中 同时都出现了 那么跟他那次的表示 忠诚的与不忠的 还有像faithful 以及反应是faceless 刚才这个faithful 在小肯尼迪的旧直演出中 已经看到了 我们再读一遍 这个忠实的faithful faithful 不忠诚的 背叛的 faithless faithless 它都是跟信仰faith相关 没有信仰的 就容易做坏事吗 对吧 还有呢 我们说有个词叫 暗中危害的 阴险的 就是对某人不忠 但在表面上忠诚 暗中危害的 暗中背叛的 很阴险的 我们再读一下 treacherous treacherous 注意不要评成teacherous 老师是背叛的 没有这么多 treacherous 不注意跟老师评写不一样 提而开头的 还有一个 就是对配偶不忠的 背叛配偶的 咱们就通奸的 这因为成年人才能做 所以前面字头是adult 我们大家读一遍 adulterous adulterous 这是通奸的 对配偶不忠的 这背叛 跟重视 我们顺便再看一个 表示 这个背叛的动词吧 我们大声地读一下 betray betray 直接当几个动词来用 betray was country 背叛了祖国 betray was principles 背叛了自己作为人的原则 那么它的名词就是 直接后面加al就好了 表示什么什么的背叛 我们看 forgetting history means betrayal 忘记历史 就意味着背叛 把背叛的名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起来 disloyalty i'm sorry disloyalty 就意味着背叛 把这个背叛名词再读下 betrayal betrayal 好 关于这个忠实 背叛相关的一组词汇 邓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恶意的 怀恨在心的 大声先读起来 spiteful spiteful 恶意的 怀恨在心的 不怀好意的 我们看一看些例子 我们经常比如说 a spiteful remark 表示一个恶意的评论 意图伤害对方的恶意的 再比如说 a stream of spiteful telephone calls 一连串的恶意的 意图伤害对方的恶毒的电话 骚扰电话 这个spiteful 恶意的 怀恨在心的 那么他在生活中 表示恶意的恶毒 它有好多 我们在第21课 西部篇那首 曾经讲过好多 咱们回顾一下 比如说可以用evil 大家最熟悉的 表示恶意的恶毒的 还可以用它同意思wicked 也是表示 恶意的恶毒的恶狠狠的 比如说a wicked plot 一个恶毒的恶意的 这么一个阴谋 可以用它 还有好多呢 咱们回顾一下 可以用malicious malicious也是表示恶意的恶毒的 mal这个字头 本身就表示 闹的不好的 你比如说 a malicious look in her eyes 这个女人眼中流露出的恶毒的神情 恶毒的 mal表示这个不好的 这个licious 后面这个一般是跟口水相关 你看这个好吃的叫delicious 口水流下来了 叫delicious 好吃的 恶狠狠的流着哈喇子 我们想象一个 巫婆 打胶鼻子 流着口水 恶意的在看着某人 恶毒的 对吧 这个女人眼中流露出恶意的神情 还有目前讲的 vicious 二十一刻 威廉·埃萨特 早期西部派见过 再读一遍 vicious vicious 也是表示恶意的恶毒的 用它也行 我们回顾一下 在二十一刻里出现过的 一个因恶意的谣言 而蒙受嫌疑的司法 治安长官 the sheriff made suspect by vicious gossip vicious gossip 就是恶意的恶毒的 那些流言蜚语 是这么来说 这个suspect 怎么讲过 叫可疑的 搞得行迹可疑的 当然还可以有 vicious 另外固定搭配 叫avicious circle 翻译成恶性循环 这个circle 表示圆圈圈 越来越倒霉的恶性循环 它的反语次 我们说过叫 virtuous circle virtuous 可以表示善良的 在这善良的圈 叫良性循环 分别读一下 恶性循环 vicious circle 良性循环 virtuous circle 这在二十一刻讲过 还有恶意的恶毒的 还可以用malignant 你跟它类似 也是恶毒的恶意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alignant malignant 也像malignant slander 一个恶毒的恶意的 一个诽谤 诽谤这个词刚刚讲过 可以用slander当名词来用 同样的还有恶性肿瘤 良性肿瘤 这是固定搭配了 二十一刻也讲过 咱复习遍 恶性肿瘤 大声读遍 malignant tumor 良性肿瘤 benign tumor benign tumor benign 本来表是善良的 和善的 那派声音指肿瘤 那是良性肿瘤 固定搭配 就不要替换了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幻灭感 就是大失所望 幻想破灭 大声来一遍 disillusionment disillusionment 幻灭感 大失所望 我们先看看这个根 里边 最里边这个词叫 illusion illusion 早在第三册的四十一刻 咱们就讲过 表示某人的错觉 错觉 就是把这东西 这个理解错了 错觉 这个我们 还记住 固定搭配 就be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或者live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表示有某种错觉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在第三册就讲过 咱复习一下 咱们这个三册的 第四十一刻 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 出现过 Even he still lives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country life is somehow superior to town life 即便是这个人 在农村住了半月的人 依然有一种错觉 他认为 农村生活 好像比城市生活 superior更高级 更优越 这是有某种错觉 他的这个 同义词 就是delusion 也是这个名词 表示错觉 这个语气更重 强到 这个他强调 几乎有的病态的了 完全脱离场底的错觉 他比illusion 语气更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lusion delusion 但是搭配完全一样 be 或者live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某人有某种错觉 还是固定搭配 B动词跟live 任选其意思一样 比方说 The sick man is ended the delusion that he is Napoleon 这个病人 产生了一种错觉 他误以为自己就是拿破仑 就是疯了这个人 而你有病吗 你不是拿破仑 你照镜子看看 你骗我 镜子是假的 这人脑子不正常了 有某种错觉 这个搭配其实在 第三册也见过 咱们第三册的46号 自己动手做事 你去做 Do it yourself 这个书中 也出现这个答对 三册里这么说 The worst thing about do it yourself game is that sometimes even men live under the delusion that they can do anything even when they have been repeatedly proved wrong 有关自己动手 做事情的这个活动 最糟糕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啊 甚至连男人 都有一种错觉 认为他们能做任何事 即使当他们一再地被证明是错的时候 依然有这个错觉 这是有某种错觉 固定搭配 可以顺便我们的起处 那么再回到这个illusion里面 illusion做名词表示错觉 那刚好在前面叫bis disillusion就是名词 就是它的动词形式表示 使幻想破灭 使大失所望 这就是本文中 disillusionment这个生词的动词形式 使幻想破灭 使大失所望 dis 咱们多次见过 从中心向四面 消散开了 没了 原来有这个错觉 认为 哎呀 白马王子嘛 哎呦 真是是白富美高富帅嘛 结果后来发现 哎呀 根本不是这回事 幻想破灭 大失所望 固定搭配叫bisillusion with 或者by 对某事或某人大失所望 对吧 这是使大失所望 这是某人大失所望 这用被动 那比如说 voters are disillusioned with by the democratic process 选民们对民主进程 大失所望 看到这个 这个总统就职之后 完全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呀 民主进程 比我们预想要慢得多 这是对什么什么 大失所望 对什么什么 幻想破灭 跟他类似的还有be disappointed with 或者by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重学讲过 如果加强语气呢 对什么什么特别特别失望 可以用be bitterly disappointed bitterly 剧烈的厉害的 失望的厉害呀 大失所望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书名叫be disenchanted with 也是表示使某人大失所望 这个enchant 本来表示迷住某人的意思 e-n-c-h-a-n-t 本身就是极无动词 迷住某人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enchant enchant 迷住某人 I was enchanted with 或者by the girl 我被的女孩子给迷住了 但是disenchanted 极无动词是大失所望 对吧 是迷住的感觉 消散没了 本来看 古色的天象 好美丽的女孩子 我立即一看 好嘛 是个男的 一下幻想破灭了 也是大失所望 be disenchanted with 比如说 after three divorces he became disenchanted with married life 在三次离婚之后 她对婚姻生活 已经大失所望 用这个搭配也可以 可以跟本文中的 be disillusioned with 或者by 同时记录 只不过这个呢 后面用接触with 比较常见一些 可以把它记住 那么 还有表示 失望的类似大体 比较通俗一些 感到失望 就feel let down 觉得很失望 注意这个let 是过去分词 就是为什么 它来自极无动词端语 let somebody down 使某人失望吗 那feel 我们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来用了 let down 叫失望的 成了形容词端语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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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词呢 就let somebody down don't let me down 不要让我失望 可以这么说 咱们看这个 let somebody down 立刻想起了这个 beetles 甲壳虫乐队 当年有个这个 著名的歌叫 Hey Jude 当时很有名曲 里面就出现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还是听原唱吧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I found her Now go and 特别通俗 不用翻译 大家都能看懂 Hey Jude Jude 是个人的名字 Don't let me down 不要让我失望哦 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英式发音 英式发音 Better Make it better 是这么一个 我们把这片段 我们再听一听 看它是怎么唱的 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 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Remember Hey Jude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好 这是看了几个 使失望固定搭配 把单词搭配 同时记住了 再回到这个 Dissolution 使大使所望 它的名词 幻灭感 大使所望 直接就到了中心的这个词了 我们大声再读 再读一遍 Dis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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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叫MNT就好了 不可署名词 对什么什么的 失望的感觉 后面这次 一般也是跟We stop it 也是跟We stop it 比如说 有越来越多的人 对政府感到大失所望 有越来越多的人 同学们可能 本能的有说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不一定这么说 因为对政府失望的 肯定是人了 我们这里不强调人 强调失望感觉 大家还记得 无灵主意吗 是不是可以说 有越来越多的 对于政府的失望的感觉 就行了 人就不用出现了 There is increasing Dissolution MNT with the government 就好了 因为肯定是人对政府失望 不可能狗失望啊 狗失望你怎么会知道呢 对不对 就这么来说 好 相关的 这一组私会 连搭配顺便 就一块记住了 这个单词跟老师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接着看一看 后面这个 一贯正确 永远不会犯错 大声来读一遍 Infallibility Infallibility 一贯正确 永远不犯错 这是个状态 不可数名词 比如说我们看例子 Catholics are required to believe in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 Catholic 咱们以前见过 叫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 必须要相信 教皇的一贯正确 Believe 都是长期的相信 Believe 就相信某个事情 相似一次性的一个动作 一个行为 长期的相信 咱们有believe in Pope是教皇 咱们以前讲过 Papal是教皇的 PAPAL 32个刚刚讲过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不会犯错 永远正确 Infallibility 再快点 这个t 又会轻轻啄哼的 这个声音 再来面 Infallibility Infallibility 叫做永远正确 它的形式形式 就是把Believe 喜欢这个 这个IBLE就好了 我们大声诺一下 不会犯错的 Infallible Infallible 不会犯错的 永远正确 Even experts are not Infallible 甚至专家也不会 永远正确 专家也会犯错 它的反语词就是 会犯错的 或者反语误 意犯错的都行 会犯错的 或者容易犯错的 大声诺里面 Fallible Fallible 比方说 All human beings are fallible 所有的人 都会犯错 世人都会犯错 甚至是我们想起了 Alexander Pope 一个著名的 诗歌中的片段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the divine 这个片段 我们在第三册 见过 To err is human 会犯错的 就是人 能宽恕别人的 就成了神 成了上帝了 这个er 在英语翻译中 也有人读着er 在美国动读er 或者er 两个翻译都会听到 那么它这名词形式 大家再熟悉 不过 就是error error 这动词犯错 叫er 或者er 或者英文读着er 都行 To forgive is divine 那个is 被省略了 叮了一句吗 is被省略 Divide是神的 神性的 有神的特征的 几乎跟上帝一样的 所以凡人多传悟 人都会犯错 为神能见诱 诱是宽恕吗 能宽恕别人的 那您就成了神了 这个一般这句话 都出于在什么 一些书刊的 什么前沿部分 就告诉读者 本书 缺点错误 再错难免 希望大家能见谅 能见到之后呢 能够原谅 我们也是人 我们编这个书的人 也会犯错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fellible 非常好记 为什么 fellible里面有一个for 这个评写 f-a-l-l 它跟堕落相关 所以犯错 一般经常跟f-a-l-l 或者它的变形相关 跟有错相关 堕落天使就falling angels 二十四个相关 里面有些谬误 谬论这个词 大声都叫 fallacy fallacy 里面有一个f-a-l-l 很堕落 犯错相关 谬论 谬误 就是mistaken idea 对吧 还有谬误的 犯错的 大声都叫 fallacious fallacious fallacy的形式形式 还有像 你看比如说例子 fallacious reasoning 像错误的推理 reasoning 叫推理 推断 可以这么说 这是跟那个for相关 还有一个词叫篡改 就falsify 就实犯错了 实错本来是对的 我故意让它错 就是篡改 什么遗嘱啊 文件的内容啊 那么f-y表示实吗 实错了 篡改 f-a-l 再加个l 就叫做fall 这个变形 大声都来读一下 falsify falsify 篡改 急无动词 还有像fault 也是表示错误 或者缺点 错误都可以 它呢是fall的一个变形 发音评写类似 我们再读一下缺点错误 fault 完美无瑕的 就没有缺点的 形容词 faultless 它的意思是同根字 同一词 应该说 f-l-a-w 也是表示缺点 谬误 错误 那么它也是 fault的一个变形 本al 比较a前面去了 但拼写类似 在那边 flaw flaw 再读一下完美无缺的 flawless 好 相关的词 同时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真诚 诚挚 真诚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sincereity sincereity 真诚 诚挚 咱们才能猜到 这个名词一般是不可数的 抽象的含义 但注意 它的一个行进词 就是四次二十四颗 声词中讲过的 静谧 宁静 安详 大声里面 serenity serenity 发音拼写的类似 再读一遍 诚挚 真诚 sincereity 静谧 宁静 安详 serenity 但都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再看看sincereity的反译词 真诚 诚挚 反译诚 虚伪 虚伪 心口不一 也是不可数名词 大声里面 hypocrisy hypocrisy 这在我们二十一课 威廉 埃萨特和早期西部片 咱们见过 叫做虚伪 伪善 那么 sincereity 搭配 咱们又回到二十八课 病人和医生里面 讲过 in all 加抽象名词 还记得吗 非常真诚地 壮语咱们 in all sincerity 非常诚实地 in all honesty 非常坦诚地 in all honesty 非常迫切地 in all eagerness 非常可能地 in all probability 或者in all likelihood 那么非常严肃地 in all seriousness 非常什么什么地 这是老知识复习了 那么如果忘记 再看一看二十八课里面 就是虎伪二十八课 曾经出现过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历史 并没有说 他朋友是否接受了 医疗帮助 很可能这么做了 history does not relate whether his friend accepted his medical help but in all probability he did 历史上并没有说 他的朋友 是否接受了 医疗帮助 但很可能 他这么做了 就吃了 朋友带来的药 造个句子 刘备非常诚挚 非常可望地 三顾茅庐 来请诸葛亮出山 来帮忙 来帮助他 辅助他 非常诚挚地 in all sincerity 非常渴望地 in all eagerness 都可以用书面语了 这个两个东西 in all in all加名词 干脆我们一个in all sincerity and eagerness就好了 就不用重复了 英语中简介 那么故 咱可以用 make a call on somebody 或make a call at some place 带着目的去拜访某人 或者某个地方 这个在古文 在英语中 make a call 我们叫on 可不是给某人 这个打电话的意思 是带着目的来拜访他 如果某个地方呢 下期是at 才叫some place 本文中用at 我们是茅庐吗 the fatched cottage cottage 16克 当代城市也讲过 表示农舍 村舍 农民房 thatch thatch 做名词是表示茅草 铺顶的茅草 做动词就铺上茅草 被铺上了茅草的农舍 叫茅庐嘛 请 这个恳请 可以用动词 solicit 恳请诸葛亮的帮助嘛 咱看个怎么说 刘备 made three personal calls 加这次at the fatched cottage to干嘛呢 to solicit 诸葛亮's help in all sincerity and eagerness 好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刘备 made call at 三次就three calls 亲自去 叫personal calls at the fatched cottage 干嘛呢 去恳请诸葛亮的帮助 诸葛是父亲 拼到一块 对吧 用非常真诚的 in all sincerity and eagerness 用一个in all 就好了 后面两个名词并且 这是我们sincerity这个词 有心知识还有复习 这个词跟老师 就看在这儿 下面 马不停蹄 来看下面一个重点词 最后一个重点词 就是恐吓 或者威胁 这个中文得懂 吓不如恐吓了 对吧 大声来读一下 不要读靠 那时候骂人了 在中文中不好听 这是l 所以张开大声里面 cow cow 恐吓 威胁 我们知道这cow 做名词是母牛 或者是奶牛 当一开始 李老师以为 母牛不就奶牛吗 是一回事 后来我在学生里面 有开养牛场的 他说老师 有供奶牛 供奶牛 那个奶甚至更大 这个奶牛分公母 所以母牛跟奶牛 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总之都用cow 奶牛 母牛很可怕 为什么可怕 他一屁股能做死你 所以看到他你害怕 恐吓 叫cow 顺便可以记住 那干脆同时记住 胆小鬼 一恐吓就害怕 不是懦夫胆小鬼 名词大声呢 coward coward 懦弱胆小 这个状态 不可数名词 在读一下 cowardist cowardist 懦弱胆小 对吧 可以用怕 那同样的 胆小的 懦弱的 可以用这个形容词 大声呢 cowardly cowardly chicken chicken 懦弱的 胆小的 诶 顺便可以记住 这个cow 记住搭配 叫什么呢 cow somebody into something 或into doing something 恐吓某人 让他去做模式 这个记搭配就好了 比如说 the protester were cowed into submission by the army protester 抗议者 抗议的人群 被恐吓 什么呀 被恐吓 屈服了 服从了军队的安排 都跑了 都走了 submission 是屈服服从的意思 这是被恐吓 被胁迫 做模式 be cowed 加into 这个搭配 再比如说 he cowed the witness into keeping quiet 他恐吓 这位目击者 让他 保持安静 不许他讲话 不许他 出庭作证 恐吓 胁迫某人 做模式 我们加名词 加动名词 都可以 我们再回顾一下 他的一个同一词 在以前多次说过 在24个就讲过的 intimidate 大师讲过 imitate intimate intimidate 还记得吗 恐吓胁迫 大声在读下 intimidate intimidate 我们说过了 里面有个形容词叫 timid t-i-m-i-d timid 本来表是胆小的 懦弱的 让胆小的情绪 进到肚子里面去了 intimidate in是进去 at动词字格吗 所以恐吓让你胆小 对不对 可以这么来说 它的名词形式 就恐吓威胁 大声读下 intimidation intimidation 再回顾一下 intimation 什么意思 表示暗示 相当于suggestion 或者hint 暗示 还有一个叫imitation 什么意思 表示模仿 都是名词 再读一下 恐吓 intimidation 暗示 intimation 模仿 imitation 然后有24颗支持着腹肌 顺便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 我们再看 恐吓某人 还有另外一个词 cow是母牛 她老公来了 公牛 只不过公牛 后面还得加个y才行 我们大声读一下 bully bully 这个词也能表达恐吓 那跟公牛类似了 对吧 公牛母牛都快用开来 这公牛后面得加个y了 cow a bully somebody into 后面加名词都名词都行 那里面是strikers were bullied into dropping their demands 这些罢工者被恐吓 怎么样呢 放弃了他们的要求 老板来了 你们再罢工都辞了你们 这会儿老实的放弃了他们的要求 恐吓 胁迫 这个bully呢 还有一个常见的意思 就是欺负小孩 尤其表示大孩子 欺负小孩 高年级的 去欺负地年级的 也用他 he was bullied by an older boy at school 他的学校里面被一个大孩子给欺负了 那么同样的bully做名词 就是欺负小孩的大孩子 我们经常用固定打算 叫school bullies 就学校里面那些专门欺负小孩的 那些品行不端的高年级的学生 叫school bullies 可以这么来说 好 这是我们34课 一些比较重点词汇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生词端一课老师 就看到这